裡面去做調整 我想這部分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好用 但是一般人 不太會用 那如果你做錯可以全部清楚 他要回回來了 OK 好這個地方的話先知道他的定位點 再把底下的 設定成跟他一樣的定位點就可以了 好了以後的話呢接下來呢我們還有一題 這一題就做完了 將黑色 數字資料均為這個字型 然後深藍色取消出題 那你會想說這要怎麼做 基本上呢 多同學取的方式當然有幾種 你這邊可以黑色字 然後再選的話 你會發現怎麼樣 他上面就不見 所以你會怎麼做 一般應該比較聰明的同學會用Ctrl鍵 有沒有 Ctrl鍵 但是Ctrl鍵還不是最聰明的 因為Ctrl鍵還要做很多字 再教各位第2個方法 用ALT鍵 Alt鍵按住之後有沒有 往下 更快 Alt鍵 它就是一個範圍的 Ctrl鍵是一個 一個範圍的多重選取 那Alt鍵是 整個範圍的選取 更聰明 OK 再做一次 Alt鍵按住有沒有 然後呢 往下選取 這樣黑色的字全部選取起來 它要做什麼呢 字形部分 字形的話呢 特別注意 請你因為它是 英文 在數字 那請各位在字形的這邊有個小箭頭 點一下 小箭頭的地方呢 請你選擇 這邊有中文字形 請你選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是 針對英文跟數字的 請你選一個那個Ariel 就是剛剛它給我們那個 的那個字形 那你可以 直接 拉一下 然後往下找一下 然後 那個字形是 AR 它會按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在這邊 然後呢 取消 再來就是 深藍色 那字形顏色的話 請你選擇深藍 深藍是 底下這個 OK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取消出體 出體怎麼取消呢 先加 再把它取消掉 記得把它 我看直接把它delete掉 123按確定 再把它取消掉 ALT先按住 直接再把這個放 那現在如果有出體 有沒有 再把它 這個B 取消掉 取消的話就把它按下去 這樣的話就取消掉 取消掉之後的話呢 就完成了這一題 那請你這一題 把它另存新檔 存成什麼呢 WPA02 按一個儲存 那這一題呢 就完成了 把它取代掉 OK 再回到這個系統 系統裡面有一個練習 也是數科練習 這邊有一個 數科評分嘛 對不對 評分的話呢 請各位也是選到 第二類的202 然後按下確定 你剛有存一個 WPA02 的 WPA02 那一個檔 那如果那個檔存在 它就可以按確定 它就可以幫你去做比對 總共會有五題 所以它會幫你評分 去檢查說你的動作有沒有做正確 如果有做正確的話呢 那你出來的成績就會是滿分的 它會給你一個成績單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地方它會出現什麼 第一題 兩分 兩分 總共呢 這一題配分是10分 如果你得到10分 那表示你這一題是完全做正確的 這個是 真的要很細心的 你直接 少個地方 少個動作做不對的話 保證你絕對不會是10分的 不然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那做完畢之後請各位 如果你做完10分之後 請你回到那個 C碟的NS底下 這邊不是這個 WP 這個 WP02 把它按右鍵 把它重新命名 202 這個就是我們202 那請各位把202 存到你的隨身碟 如果你今天沒有帶隨身碟 你就存到你的 看來的空間裡面 然後呢 最後期中考 前我會跟各位講說 怎麼繳交給我 那你就先把它存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OK